大家好,炒白菜看似非常的简单 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家炒出来 总感觉没有饭店做的好吃 其实要想炒好吃,也有一些小技巧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饭店厨师不外传的做法 像这样炒出的白菜,清脆入味,出水又少 下酒又下饭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准备白菜 这个用娃娃菜或者是比较嫩的大白菜都可以 我今天用的是这种娃娃菜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脆嫩 接着来清洗 水中放入一勺的食盐 用手搅拌化开,形成大盐水 再放入白菜 因为在种植和运输过程中 表面会有一些其他残留和灰尘 通过淡眼水的浸泡能够很好的清洗干净 把表面这层偏老的叶子 一定要掰下来浸泡 里边偏嫩的就不用了 最好是浸泡5分钟左右 接着来准备一根青蒜苗 这也是炒白菜好吃最关键的一味调料 最好是选择这种红头的青蒜苗 味道更香一些 把根须和表面这些不好的 一定得剪掉不要 没有青蒜苗的 放入一些韭菜或者是小葱段都可以 白菜通过5分钟左右的浸泡 然后清洗干净 特别是白菜帮料位置 容易残留一些泥沙 全部清洗干净后 捞出控干水分 再把青蒜苗也放入水中清洗干净 特别是蒜苗根部和叶子的位置 清洗干净后捞出 接着来切白菜 把白菜帮的位置 一定要用斜倒法先片成薄片 而且要片窄一点 因为白菜帮偏厚 如果是直到切 或者是切的偏宽 那样在炒制的时候 就很不容易入味和成熟 把白菜叶一定要切大一点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 受热和入味才更均匀 所以切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来准备小料 葱姜蒜 把生姜先斜刀切成块 然后再切成姜片 少许的大蒜切成蒜片 小葱的葱白一节切成葱段 切好后装入盆中 小米辣一个清洗干净后 斜刀切成片 这个主要是增加辣味和搭配颜色 当然不喜欢吃辣的就不要放 再来切青蒜苗 把蒜苗梗的位置先斜刀切成片 因为偏厚 这样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出香味和成熟 蒜苗叶切成段就可以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来调个料汁 小盆中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味精 少许的白糖中和味道提鲜味 不喜欢吃味精的也可以不放 再放入三勺左右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和一勺的美极鲜酱油增加鲜香味 再放入一勺的土豆淀粉 倒入小半勺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化开就可以了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味道均匀 而且还不会手忙搅乱 全部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有些朋友这时候就直接炒了 其实是不对的 那样炒出的白菜 吃着不易入味 而且很容易出水 一定要先把锅润透后 再放入切好的大白菜扁炒 这个目的主要是炒出白菜里边多余的水分 在吃炒制的时候减少出水 而且更容易吸附料汁的味道 保持中火 大概要翻炒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白菜炒至发软 表面稍微有点焦红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 接着锅中放入少许的葱油 不知道葱油怎么熬的 可以看我前边视频 再放入适量的猪油 炒这些素菜一定要放入一些猪油 吃起来味道才会更浓香一些 这也是饭店炒出的白菜 为什么好吃 一定是少不了荤油的 油热后先下入少许的干辣椒炖 和红花椒 炝炒出香味 再放入葱姜蒜炒香 而且时间一定要长一点 把辣椒段一定要扁炒至枣红色 姜葱蒜微黄 这样味道才香 接着倒入扁炒过的白菜翻炒 这时候如果是家庭小灶 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这样锅去煮减少出水 缩短烹饪的时间 大概翻炒10秒钟左右 从锅边烹入10克左右的陈醋 增加酸香的方位 继续保持大火翻炒 如果喜欢吃口味更偏酸一点的 醋最好是分两次放入 在出锅的时候再放入一次 接着倒入切好的青蒜苗 翻炒几下 再放入切好的小米辣 继续翻炒几下 炒出蒜苗的香味后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下锅前一定得搅动下 像这样转圈的倒入锅中 先静止3秒钟左右 让淀粉孵化 再快速的翻炒10秒钟左右 炒匀料汁炒出锅气 炒至枝干亮油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看一下这颜色是不是就很有食欲 炒白菜只要掌握好这些步骤和技巧 保证让你在家炒出来的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爽口开胃的爆炒白菜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